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图磊 欢迎来到现场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接下来我们认识 三位嘉宾老师 他们分别是 家庭情感咨询师 周小鹏 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心理专家柏燕仪 来了解他们的故事 现在工作特别忙 有时候晚上 火热每来一趟的时候 早上起来 一忙忙到天亮 有时候火特别多的时候 就感觉西方 我爱人平常是鼓励我 要坚持工作 一想到他说那话 我就坚持下来 平时我爱人挺开刀我 有时候停下来 也想和我爱人之间也挺不容易的 遇到我媳妇之后啊 我这别人都说我改变了许多 我怨言内向啊 叛逆啊 自从遇见我媳妇 我觉得整个人长大了 成熟了 年底啊 2016年 特别想感谢一下我们的媳妇 我回来了 咱们挂当点去啊 快坐这吃吧 希望在新的一年中 爱人身体能够好一点 我们能够更加的幸福找回去 新年快乐吧 新年快乐吧 掌声有请被感谢人 旁欢 你好 吴老师好 这位嘉宾好 观众朋友好 你好像这个身体状态 比我想象的也好多了嘛 不是说只有三根手指能动的吗 对 舌头肌肉萎缩 你不其他地方都好了 怎么舌头还肌肉萎缩呢 舌头就是平时说话少 说话少 以后多说话 恢复一下舌头的功能 现在是怎么着 能做能走了是吧 对的 这是奇迹降临了吗 爱情 爱情的 有有有有 这恩爱秀的 你不是见动症吗 是 见动症不是会越来越僵硬吗 你怎么越来越活泛了呢 因为有我爱人的关爱 又撒狗粮 真的是因为爱情的力量 对 那应该你感谢他呀 我也很刺激 然后我也具体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感谢我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 来我们掌声有请 制线人卢俊 大家好 土雷老师好 大家好吃的萌的石器 好刷的萌的耍气 祝各位身体越来越健康 好 没听明白 重庆话呀 这是重庆话 对 重庆东北话 你学的 我也不是重庆人 我们看看谁学的像 你用普通话说一遍 说一句 我学一句 祝大家吃的萌气词 你用普通话说一遍 祝大家吃的更开心 请坐 哎呀 这个好尴尬 这都是重庆人 你们说他学的像吗 那说明你是一个挺欢快的人 为了让气氛更好 你刻意学了这么两句话 来给大家打招呼 是吧 对 刚才片子里面的最后一句话是说 感谢老婆让我成长 你现在年龄多大 生理年龄33 心理年龄多大 心理年龄16 那你在没有认识他之前 你心理年龄多少 43 因为我比较单纯 我内向至卑 不爱缘交往 我只活在我的世界当中 但是经历了他之后 你变得开朗 对 先说说你小时候吧 说说你小时候 为什么会形成 你刚才所说的那种 自卑必锁的那种性格 所以你厌学自卑 对 是吗 后来呢 后来中学毕业了 我爸让我上了中专 觉得好吗 觉得一番 一番 那性格是不是好转了点了 赢就是内向的 不爱与别人交往 你这现在怎么那么外向 现在因为有了旁观 因为有了我的爱人 你之前谈过恋爱没有 在网上谈过一段恋爱 算是网恋 但是呢 网恋对象是我小学同学 有一天 我跟他一起走 然后在路边看到两个 也是成经的小学同学 他见一面就说 你这么胖 你有什么资格跟他在一起 他是我的对象 然后我们俩就答起来 当然吃亏的是我 我打不过他 你那么个子大 那么胖 还打不过别人 因为我内心很自卑 就这么一次恋爱 你就自卑了 就更加内向了 哎呀 我就 就因为这段恋爱 我受挫了 哎呀 我这人 把我敞开的内心 封锁在网络世界当中了 我这成天呢 坐在电脑前 玩网络游戏 白天一直打到凌晨 在凌晨的时候呢 看看点 凌晨四点了 盖睡觉了 睡到下午再起来 一天过得浑浑噩噩的 你们家就你一个是吧 对我是读称之就我一个 总而言之在遇到 旁观之前 你无论是学习 恋爱 哪哪都不顺 对 后来就遇见了他了 遇见了他 一束阳光沐浴到你的内心深处 来说说怎么遇到旁观 那时候呢 除了玩游戏呢 我还特别爱写日记 然后偶尔呢 写点小说散文什么的 哎呀 还有文采 有点有点 然后无意间呢 就看到了一篇 旁观写的小说 叫逆风飞扬的青春 写了一个 大学时候有一个女孩 她那个身体非常健康 活泼开朗 但是呢 后期得了一种病 这种病呢 叫剑动人 嗯 当时我就在想 这个作者能写这么详细 他是不是本人呢 但是我特别好奇 我在他的评论区里我观察了好久 我一看他的小说因为是励志的 没有多少人去评论 然后我就想 我尽我所能去帮帮这个作者 啊 我就在他的评论里留言 我说 啊 加油 你一定要好好写 加油 每天我都在给他留言 哦 有人 有别人留言吗 少 几乎没有 就你 就一两个人 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呢 嗯 我感觉 这个作者 要是小说 他本人的话 他特 特别坚强 啊 他这种坚强 这这种劲儿感打动了我 嗯 这是多少年前 2005年 哦 13年前了 嗯 那个时候走路什么的 就算不能走吧 嗯 嗯 然后生活什么的也不能治理 那会儿已经是患病多少年了 刚刚 刚刚开始 对 啊 那个书写的是什么呀 啊 写的就是我儿自己 儿生命以后 怎么从痛苦中 慢慢走出来 嗯 然后也是鼓励我的病友 嗯 他的留言 在 那些 少部分的留言当中 是不是显得很特别 对 他大概留的能有 嗯 一百多条 他说啥呢 嗯 就是鼓励 鼓励 嗯 就说你加油 你回吗 嗯 一开始回 啊 一开始回 嗯 后来为什么不回呢 后来他留的 太多了 啊 回不来 一天都 一天都留了好多条 啊 那个时候还是 只是生活不能自理 但是还是能动 手指能动 就只有三根手指能动 对 那就已经那么恶劣了 那个时候 哦 但是因为那个我情绪特别换 嗯 然后就病发展的特别特别快 那他的留言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丝力量 或者是曙光 因为当时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就是自己的一个暗号 因为医生说我 只能活 三四年 我就想写一点东西 然后为自己留下点什么 嗯 然后后来看到他的评论 就特别开心 嗯 那后来怎么见面的 后来我关他腰在QQ啊 人家 人家通过你了 对 通过我了 哦 你在网上表白了 嗯 表白了 你都没见过人 你咋就要表白呢 我当时家里我有视频 他能看着我 他你看不着他 嗯 然后他给我寄了两张照片 你你你敢跟他视频 我敢 你不是自卑的吗 因为脸大 你还敢视频 你不怕重蹈覆辙 跟上一段感情一样 他对我特别产诚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那个文章的作者就是他 就是他 他就是进动症患者 进动症 嗯 所以你还决定要跟他视频 对 嗯 他帅吗 在视频里面 嗯 胖 他脸大吗 嗯 稍微有一点 哎呦 他跟你的脸比起来 那可大了 你看你的脸多小啊 嗯 所以第一次视频的时候 对他有感觉吗 嗯 当时就是 啊 交一个朋友 交一个朋友 嗯 这样的朋友多吗 就是加了你QQ的 没有 就他一个 对 那他怎么就那么特别呢 嗯 嗯 因为平时在那个 啊 聊天的时候 嗯 他总是鼓励我 啊 比如我写小说的时候 啊 遇到不明白不懂的 啊 然后咱俩相互沟通 就是你对他还是很有好感 对 因为一直很那个孤单嘛 很那个落寞 然后突然有一个人 嗯 他来鼓励我 安慰我 关心我 嗯 就让我觉得特别温暖 所以你们在网上聊了一段天之后 你是在网上表白的 还是见面表白的 啊 我是在网上表白的 哦 我时不时的 我在那个QQ上发一个 拥抱的 鲜话的 嗯 然后他也时不时的 啊 回应我相同的动作 拥抱的 啊 拥抱的 嗯 嗯 你们俩有意思吗 哈哈哈哈 嗯 嗯 我觉得吧 他不敢直接表达 嗯 然后通过那些表情 嗯 表达一下 也就是说你也默认了呗 你也喜欢他呗 对 是吧 嗯 就你们俩一天到晚发表情 不说话是吧 嗯 打电话 打电话说啥呢 啊 我就说你起床了没有 你吃饭了没有 我今天特别想你 你上网了没有 我就是一天天天的早上打一遍 中午打一遍 晚上打一遍 没有说过我爱你之类的哈 啊 我想你了 我想你了 嗯 那会你还没上班 对 没上班 还在家里边 对 谁提出的见面 我提出来的 你是东北哪里 我是辽宁本西的 他呢 啊 辽宁大石桥的 移的不远吧 啊 三个半小时的火车 三个半小时 然后那天呢 我就是家里谁也没告诉 嗯 我想好了 我说我我心里合计的 哎呀 我要去见我最爱的女孩 我家人要是知道了 是不是得阻拦我呀 哈哈 然后我就写了张纸条 我说妈 爸 我去见我心爱的女孩了 啊 希望你们 能够理解我 我已经下好决心了 今生费他不去 如果你们要阻拦我 那你们就别想见到我 嗯 啊 落魂是你们那儿子 嗯 如俊 然后走到门口发现 行李已经帮你收拾好了 哈哈 去吧 有多远滚多远 哈哈哈哈 悄悄的悄悄的 当时我爸我妈还在上班 我我我都策划好了 然后我告诉我奶 当时候跟我奶也生活在一起 说奶啊我去洗澡了 我把紫条撂在那个桌上 然后我就拿洗澡宽 我就假装去洗澡了 然后我就揣着 过年我姥姨给我的一百块钱压岁钱 一百块钱 哦压岁钱 你也敢出门 哦 哦 你可以啊 一百块钱购买票的吗 十九块钱当时 哦 哦 这一路上 心驰神网吧 揣着他这照片 哦 揣着他照片 哦 放在这里 然后一路就沉思 哦 是吧 对 然后然后然后这三个半小时就像一尊雕像一样坐在那个列车旁边 对就订了他照片一会儿 哎我要见到你了 不 不你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不会把其他的人吓到吗 不会不会 就有个男的一直这样 那个列车员检票什么的不会觉得你很奇怪吗 哎当时那列车员才有缘分呢 哦 我家邻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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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怎么这么喜欢的 邻居啊 总而言之这个 这一路你也不觉得累 嗯 对吧 对 你知道他要去吧 知道 你是知道的 对 你渴望见到他吗 哦 有点 呃 开心 还有点 害怕 嗯 害怕他见到我的面 呃 看见我那个状态 呃 不喜欢我 哦 所以这三个半小时对于你来说很漫长 对 是吧 好 下了火车直奔他家 所以说敲开他们家门的那一瞬间 跟我们描述一下 会声会色的 他吧 不是我敲开他家门 他呢 他是接我去了 哦他接你啊 啊 啊 说说说他怎么接你的 哎 描述一下那个情景 啊 当时我下了火车站 嗯 啊 走出检票口的那一刹那 他就站在我的面前 嗯 他一个人怎么去得了呢 哇 他这死党间闺蜜送他来 哦 闺蜜来了是吧 嗯 我朋友 哦 嗯 你不说你害怕吗 你怎么还敢去接他呢 因为有朋友陪着就好一点 壮胆 嗯 好好的收拾了一番吧 嗯 有啊 你要知道在那个车站门口看着人群从里面涌出来的时候 你一个个看到底是哪个 洗脚盆在哪 洗脚盆在哪 哎 那那那那那种期待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美好 你没那么等过人吧 嗯 没有 没有 嗯 后来是谁先认出的谁呢 他先认出来了我 其实他向我走过来的时候 嗯 就感觉到了应该是这个人 谁跟谁打招呼 嗯 他跟我打招呼 他脸上是什么表情 嗯 害羞 然后也 他还害羞呢 你怎么打招呼的 不是 你好 你是旁观吗 嗯 我当时特别激动 嗯 从我四年之后 我我第一次 见到我这个信仪的女孩 漂亮吗 漂亮 漂亮 嗯 就是你根本就忽视了 她是坐在轮椅上吗 不是 站着 站着 哎 你不是你不是那段时间只有三只手指能动吗 嗯 朋友朋友在旁边玩 撑着你是吧 嗯 哦 你没上去拥抱她一下吗 我抱了 紧紧那抱着她 嗯 就不想送走了 你第一次见面你就抱人家 不好吧 啊 一见重情 思念已久了 关键 她抱你了 嗯 你怎么能让她抱呢 你那闺蜜干什么用的呢 嗯 第一次就让她抱呢 你们那会在网上已经聊了多久了 能有两两三个月吧 嗯 被她抱着的感觉怎么样 嗯 还行啊 是不是特肉 还一百八 嗯 胖乎乎的 胖乎乎的 很温暖是吧 对 跟火炉子似的啊 这冬天吗 夏天吧 夏天那不热死吗 哈哈哈 对不对 好 哦 哦 还有一个动作 我呸了她 嗯 呸了她 你第一次见面就呸人家 太激动了 我终 我终于知道一名见动症患者 为什么现在这么活生生的 活力四射的 在我们面前 你知道吗 都是被她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你知道吗 你太有活力了孩子 那是去她家了吗 去了 你不怕见到父母吗 不怕 她父母知道你的身份吗 知道 知道 嗯 你介绍的是网友 啊 介绍网友 网友 然后我也跟我妈说了 啊 就谈恋爱了 哦 嗯 你爸妈什么态度 我妈就是 不赞成 不赞成 嗯 为什么 然后因为我妈觉得我 生病了 她还比我小 嗯 我觉得啊 她是三分钟热血啊 嗯 本身我就身体不好 嗯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 会受打击更大 那你爸呢 我爸当时 出外打工 哦 你也担心这个吧 对 啊 也害怕你是三分钟热度 所以 她母亲是比较客气地招待了你 对 待了多久啊 待了一个下午 你一个就就走了啊 嗯 因为我父亲通过QQ聊天找到了我 你父亲居然解开了你的QQ 不是 我 我父亲找到了我的小学同学 哦 然后呢 他又查我的聊天记录 然后呢 又去电话局 打了他家的电话 哦 那你父亲很聪明嘛 这个顺藤摸瓜的能力很强啊 就把你招回去了是吧 我爸跟火山安等着我 就跟火山安等着我 我对你爸是铁路局的 我忘记了 也就是他在那等你把你弄回去了 啊 一路上批你是吧 批我 当时就个车站 外头骂了我一道 兔崽子 你妈多上心 你知道不 我哭了多少回 你知道不 你怎么干出这样的傻事 我当时很任性地顶了我吧 爸哦 我这辈子就这个女孩了 我谁也不娶 我就娶她 你们不同意我也娶她 你们同不同意我也娶她 但是你没有户口本啊 我有 我偷来了 你偷户口本了 为了爱情干什么都值得 这所有的一切你都知道吗 他父母反对他偷户口本 他偷户口本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但是爸妈反对 肯定就是 他不说我心里也明白 那他偷到户口本以后就来了 对 那个是第二次 第二次 要跟你结婚 是 不太突然了吗 你接受得了吗 可能有一点小惊喜 过度的还是考虑到 爸妈肯定反对 然后我也不想拖累她 还考虑到会不会就是 结婚以后就过一下 就不过了 那种 抛弃 那你妈同意了吗 我妈当时不同意 你爸回来了吗 我爸是后来同意的 后来回来的时候 他第二次回去以后 等你爸妈都回来了 同意了 才办的婚礼 在哪儿办的 在你那儿办的 在我们家 你们家没办 因为家人的不理解 我父母没有出席我的婚礼 你事到如今在回想这个事情 你觉得你做得对吗 偷户口本 偷户口本我觉得有点不对 没经过父母同意 我们不应该让婚姻成为和父母对抗的筹码 其实是可以消减的 你慢慢的坚持自己的感情 未必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去伤他们的心 你明白吧 但是你结婚 你也没工作呀 你结啥婚呢 后来铁路局 就遭受计刑这一类的 把我自己考上了 你是在列车上吗 不 我是婚姻员 你母亲跟父亲什么时候开始释怀的 我母亲看到我改变了许多 我工作上还有仪表上 还有我在交朋友这些 所以父母接受了 给我们买了房 买在哪呢 在我父母家对面 在本夕 就把他接过来了了 对 那父母对他怎么样呢 现在 对他像亲生女儿一样 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呢 因为我的改变 然后他还特别孝顺 没事打电话 告诉妈冬天冷了多穿点 还买了件毛衣送给我的母亲 这谁教你的呀 天生的 你们两人怎么都这么自信 天生的 你妈妈教你的吧 就是肯定就是 爸妈对待我爷爷奶奶这样子 然后我也学会 你记得第一次见他妈妈的时候吗 我一开始看见我妈的时候 就比较生硬 就担心她不喜欢我嘛 然后处处说事啊 说话也都小心翼翼的 但是我就发现我妈她对我就是 很照顾很贴心 给我买衣服啊这些东西 就让我心里就放松下来 就对他没有那么害怕 这个臭小子结婚之后对你好吗 对我特别好 比如说我生病以后嘛 总是担心那个自己 会随时那个死掉 情绪就波动特别大 而这个时候他就会那个 鼓励我 就让你一发现 有我在 什么都没有在心 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好呢 以前一个魂不灵的人 因为只有这样 细心呵护 他的生命才能更长久 他才能跟我一辈子 他对你好 好 他怎么对你好 他也不能干什么呀 下了夜晚 我感冒了 回家我躺在床上 他就拿小手就摸我的额头 然后他说 老公啊你这么烫 你得用温度计看看呢 他也十分着急 我看他忙碌样子 他身体不好 我说先放一放吧 也许我睡觉就好了 当我迷糊糊糊睡着 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我的身边 我特别担心 我觉得他上哪儿去了呢 我就可恶找 我没找到他 我一打开门 我就看见他站在门外 手里拿着温度计 只穿了一件毛衣 东北的冬天特别冷 我说你怎么那么傻不穿苗 我就出去 他说老公啊 我去隔壁藏奶家 给你借温度计了 我看看你发烧多少度啊 如果你烧得实在太高了 我就赶紧想办法 给母亲打电话 带你去医院 当时我的眼泪就刷刷地流下来 其实你那眼泪根本刷不了 在东北马上就结成病了 就冰出冰珠子了 除了这件事还有什么 还有我有痛风 然后有时候痛风一犯病了 脚肿的老高老高这么大吧 脚肿的 疼得睡不着觉啊 他就用小手捂着我小脚 你还小脚呢 他的小手捂着你的小脚 小手捂着我的大脚啊 还有我有时候晚上睡觉 一翻身我蹬背 他的小手就拿起背 为我盖背子 就这么轻轻的 他什么时候现在身体变得这么好了 就都能动了 原来只有三根手指才能动 跟我结婚以后 你都对他做了什么呢 我这人跟他结婚以后 我这人变得比较幽默 我就时不时地想逗他开心 你逗我开心一下 来 说个段子我听听 土耐老师啊 我喜欢你 这不是段子 你这恶心我呢 老师你笑了 你不说段子我也笑了 他真的身体情况转变得很多是吧 他以前是真的就腿也不能动 全身都不能动 只有三根手指能动 对 他只有三根手指在键盘上写字的时候 对 现在你看他还能走路了 还能坐着坐这么久了 开心不 那相当开心 下一步就是生孩子嘛 我要等他彻底痊愈的 他们今天来是因为他们结婚十周年是吧 十二年 十二年 我喜欢他 我希望跟他一辈子 将来他身体好了 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都没问题 特别喜欢这个男生的憨厚啊 你说话也是憨憨的啊 今天你的母亲带来现场啊 我的母亲 你好啊 您站着说话就行 您站着说话就行啊 童老师好 大家好 您是婆婆是吧 我是婆婆 你儿子怎么这么好玩呢 我儿子是在彷徨的教导下吧 比较是善良 在彷徨的教导下 对 哎呀 这婆婆非常的谦虚嘛 这儿媳妇喜欢吗 现在特别喜欢 原来不喜欢 原来刚开始是不同意的 原来是不了解 一个是不了解 但我也觉得彷徨有病 不想让孩子找一个这么样的对象 可以理解 后期通过我儿子和彷徨交流 彷徨也特别懂事 也挺聪明 孝顺 帮助我孩子和儿子 从懂事工作 领导都挺受到好评的 那我就想问一个 特别可能会让您难堪的问题 您教了二十多年 您教成那样 人家教了十来年 您教成这样 这怎么人跟人家咋就这么不一样呢 这个我也有责任 刚开始我后阿姨就是管忙工作 对孩子的教导 就是引导比较差 现在看到儿子变成这样很欣慰吧 是 急着抱孙子吧 顺其自言嘛 彷徨身体不好 我觉得用儿子的精力去照我彷徨 所以说没完那上下 真的 谢谢你啊 来 请坐 来 我听下三位老师 对于你们故事的理解 我刚刚在听到二位故事的时候 我想到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 写的就是梁思成 林慧英的故事 然后是他们新婚之夜 梁思成问林慧英的一句话 那句话原话是说 有一句话 我只问你这一次 以后我都不会再问了 就是为什么是我 林慧英回答的话是 答案很长 我得用一声去回答你 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所以我在想 刚才你刚刚回答的一句话 你说 我还要跟他活 二十年 三十年 一百年呢 其实 你其实就在用这句话 告诉给所有的人 真正的好的爱情 就是用婚姻当中一辈子 慢慢去把这个答案 告诉给别人 但是好的爱情 也会慢慢变浓 这种浓 就是我发自内心去关照你 我希望你们继续 再用一声奶去回答 真的好的爱情 到底在婚姻当中 是什么样子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今天你们二位 真的不光让我们看到了 爱情的力量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 就是一个男孩子的蜕变成长 就一个孩子 他怎么能够有力量地 成为一个成年人 两个特别重要的 第一 他得确定 坚定地相信 我是特别理直气壮地存在着的 这是通过跟父母的互动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得有空间 就像一棵树 他要长成参天大树 他就得有这个大自然的空间 说实话 我觉得卢俊 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长 你有可能是因为旁观 他给了你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空间 所以今天你们二位的故事 给我们带来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特别的感谢你们能够来到 我们谢谢你来了 也祝旁观身体能够一天比一天更活跃 也祝在场的各位其他的观众朋友们 因为这么美好的一个故事 我们都要快快乐乐 欢欢喜喜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你们知道有一种东西特别打动我 你们三个人 包括婆婆 这就叫真实 这么一个大男孩 怎么会有勇气 去完成这段感情 但今天他存爷们的坐在这里 当然旁观身上也有非常纯真的部分 因为你跟他的结缘最初源于你的小说 对 翅膀断了 内心依旧可以飞翔 这种飞翔的力量 是卢俊成长的力量 卢俊你一定要记住 像你这么真实的 内心善良的男孩 必须独立 才能强大 不会呢 这是一个男人的使命 这又叫责任 所以在今天 举家团圆的日子 让我们去珍惜我们拥有的一切 去创造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美好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你之所以能够影响他 是因为这男孩底子好 对 对吧 他就是因为底子里 善良 单纯 才有可能被你所影响的 越来越阳光 对不对 对 所以坚持下去吧 谢谢你来了 老婆 这十二年来 风风雨雨的 走过来 我在这里 要感谢你 谢谢你 改变了我 让我从一个自卑 懦弱 不求上进的 老孩 变成了一个 懂得爱 知小爱 孝顺母亲的 丈夫 谢谢你 让我成一个 无所事事 什么都不会做的 人 变成了一个 疼你爱你的 好丈夫 今天来到这里 我要说一声 谢谢你 我爱你 我们一起携手 一生一世 亲一个 我从来都没有 对她说过 谢谢 因为我觉得吧 爱情 它是不需要 说那个 感谢的 但是你照顾了 我十二年 一直不离不弃的 怕我 碰在手心里 那么疼啊 我觉得自己 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而且我 我也感谢我 婆婆 她对我像 亲生女儿一样 爱 所以今天 我很高兴 来到 那个 谢谢你来的 这个节目 让我有机会 对我 她爱 和我婆婆 说一声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傻小子 送妻子的礼物 是什么 你手能动吗 这是什么